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中國在欺負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委員是捕進來踢一腳 那誰是捕進來踢一腳的立法委員呢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這個部分就由委員自己去想 那你不能講說立法委員踢了一腳 又不告訴我們是誰啊 有 那是誰呢 那有 誰啊 我已經說了 有 是誰啊 就有啊 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讓 還沒通過 如果通過會告 但是你應該要讓 我想委員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視國會 趕快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馬文君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徐曉星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永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吳部長 有請吳部長 徐曉星委員 徐曉星委員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到外交部已經兩年 已經六年出頭了 那從進外交部到現在 每一件事情我都非常的認真在處理 那至於好或者是不好 那我想就留給國人來做這個評論 好的 那國人打分數的部分呢 無外乎是希望從外交上面 能夠換到很多的經濟成果 比方說呢 先前我們在簽訂萊豬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期待 可能會有BTA的簽署 可能會能夠加入IPEF 那請問部長你已經即將要卸任了 在這兩個主要的經濟的 經濟體的這個加入項目上面 我們何時會有進度呢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台灣如果說 要跟其他的國家 有更多的這些貿易往來 或者是說在政治上 有更好的這個氣氛 遵循國際的法規 這個是一個必要的做法 那也因此我們在進口 或者是出口 這些相關的產品的時候 就是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法規 依照科學的證據 來處理相關的這個進出口的 這個工作 那有關於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 這種經貿的往來 我們的那個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第一階段已經簽了 那現在正在討論第二階段 那第二個是 就是避免雙重課稅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緊鑼蜜谷的階段 這些都能夠讓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這個經貿關係 能夠非常加強 所以我們可以說 簽了萊豬協議之後 有這樣子一方面的經貿的進展 但是對於包含是雙邊的BTA跟IPF 我想委員剛剛所說的簽了萊豬協議 這個好像是跟事實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們如果說要遵循國際的這個貿易法規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針對其他的國家的這些產品 有歧視性的作為 但是因為人民的期待 他們 就我們看一般人民的期待 他們 您可以解釋 但一般人民的期待 他們會認為說 是不是簽了萊豬協議之後 沒有簽萊豬協議 我想這個委員剛剛所說的 我剛剛有說 我剛剛所說的就是21世紀貿易倡議 所以我了解您的說法了 就是簽訂萊豬跟這些所謂ICF以及BTA 拜託委員說稍微做一個改變 比如說你也去美國 我也去美國 我們很多人都去美國 我們去美國所享用的這些豬肉 都沒有問題 如果說我們去美國所享用的這些產品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回到台灣 就會有問題 我理解您的說法 但我只是從民眾的角度來說 許多的民眾會誤以為好不好 我用誤以為 簽訂了萊豬之後 可能有BTA 我在說沒有簽訂萊豬協議 這個說法要改變 您認為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有21世紀貿易倡議 已經簽了一部分了 現在正在討論 美國會認說 對於台灣使用能源 多次在美國商會 提到了有關台灣電力的問題 能源轉型的落後 在外交部上面 是怎麼跟美方來溝通這件事情的呢 這個部分主折的單位 是我們的經濟部 是 那至於能源是否足夠 如果說看看現在的那個儲備率的話 我相信委員也應該會感受到 我們的電力是相當充足的 我是沒有感受到相當充足 因為4月15號 北北基插點要大停電 大限電 樹木支就在那邊 4月15號插點 大限電的事情是擺在所有人的眼前 再來烏克蘭戰爭至今 請問我們提供了多少的經援 如果要把所有的這些物資 一般民眾的捐獻 以及政府這邊的支出 加起來大概有1億 1億出頭美元 1億出頭的美元 那有一些的經援就我知道 也不是從烏克蘭來協助 可能是透過其他的國家協助 那再轉進烏克蘭 有包含在這1億美元裡面嗎 應該是 全部都包括 全部都包括了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 當蕭美琴准副總統出訪捷克的時候 我方有沒有就協助烏克蘭的部分 承諾未來要提供任何的資源呢 這個問題我希望您能夠誠實的回答 很誠實的跟我有個回答 蕭副總統當選人 他去捷克的時候 沒有去做任何的承諾 那這些都是我們外交部 跟這些其他國家在做討論的 比如說烏克蘭的政府 現在跟我們政府之間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如果說要協助的話 能夠透過這些友善的這些國家 比如像波蘭捷克 斯洛伐克 立陶宛等等的 那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進入到烏克蘭 協助烏克蘭的這些建設 那目前都是這樣子在做 所以他的時間點上面 就是說我們在跟捷克討論到的 相關時間點上面 都一直在討論 跟蕭副總統當選人去那邊 沒有關係 沒有重疊到 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還是時間沒有重疊 就是說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我們外交部 一直在跟我們的友善國家在做討論的 跟蕭副總統當選人去 沒有關係 我希望你今天的說法能夠記得 因為之後或許會有更多的記錄揭露出來 如果說要用網路上面的假消息 這個就不好 不是我一定是會用最真實的消息 好 那呢 部長怎麼看待 我們看到好幾個民調裡面 來我們出示一下 像是這個是在 美麗島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民眾最不滿意的部會首長 那當然您不是第一名 還沒有做到那麼差 第一名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第二名是數位部長 書發部長唐鳳 第三名是NCC主委 再來是衛福部長薛瑞源 再來是王國財 這幾個我覺得都相對真的蠻差的 但下一個是您 所以您怎麼看待自己的負面很高 您覺得原因是為什麼呢 31位的閣員裡面所選取的11位 去做評比裡面 您是第六位 民眾希望想要越快換掉越好的部長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民意調查而已 我也看過其他的民意調查 我是在內閣之中被認為表現最好的 不滿意度最低的 我也想冒昧請教一下是哪一個民調 我想委員會使用網路 你去網路上找一下 因為我沒看過 所以我要問你 我想那個網路上的這些資料 對我們的外交部的同仁來講 那你們下次要 你們下次要記得記一下 因為如果我問你們都不知道 都沒有幫自己辯護 我也是愛莫男主喔 那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是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網路調查 您也是國安國防團隊裡面 負面聲量最高的 可能的原因包含是 您先前八年來斷交十個國章 斷交部長的這個說法 還有在立院質詢的時候拍桌 這些都不是我講的 是新聞上面所說的喔 那繼續擔任國防要職呢 民眾國人是不買單的 上面有三位嘛 有吳釗燮部長 孤立雄未來的部長 跟蔡明燕局長 這三個人裡面的負面聲量比較 這是另外一個叫做TPOC的網路討論 國安國防的人選 您的負面聲量高達28489 跟其他兩位比起來高出非常的多 您覺得是什麼原因呢 我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但是這個網路上面的這些調查 的確是有很多 包括對政府的官員 對立法委員也有 那至於我在立法院裡面 接受委員諮詢的時候 我都希望能夠照實來說 但是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中國在欺負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立法委員是補禁來踢一腳 那誰是補禁來踢一腳的立法委員呢 這個部分就由委員自己去想 那你不能講說立法委員踢了一腳 又不告訴我們是誰啊 有 那是誰呢 那有 誰啊 我已經說了有 是誰啊 就有啊 等一下 主席不好意思喔 因為今天我們的外交部長 在我們的國會殿堂上面 說了有立法委員 不知名的立法委員 在中國大陸 然後呢 就 配合中國大陸 踢了中華民國一腳 那我想 這是對中華民國所有不分立法委員 相當嚴厲的指控 所以我想 部長應該要負責任的 說出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 藐視國會 讓 還沒通過 如果通過會告 但是 趕快去告 你應該要讓民眾 來以示公平 您所說出的這一些委員 是不是配合中國大陸去 踹中華民國一腳 還是您 不負責任的提出說 有委員去 去踢 踢中華民國一腳 但又不願意說過 在我們遭受到中國最嚴厲的 這個侵害的時候 如果說看一看我們國會裡面的 這些狀況的話 我相信委員會贊成我的說法 那到底是誰呢 我就很好奇啊 你沒有說啊 你一直說你說了 我沒聽到任何一個名字啊 那我一個一個點名好不好 那是 我們現場好多喔 是洪生漢委員嗎 是因為我一個一個點名嘛 那是 沈柏洋點員委員嗎 我想委員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視國會 好 是 是陳冠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馬文鈞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徐曉星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永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好 我最後要告訴您 如果您要在國會殿堂上面 指控有任何一位立法委員 配合中國大陸 你就應該要負責任的把名字講出來 否則這就是對全體立法委員的 這個就是藐視國會 所以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謝謝 會的 以後會通過的 謝謝 謝謝